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 节目昨天的全球股灾 礼拜四大屠杀 美股继续的下跌 在重挫了545.3天 已经跌了1300点 在S&P指数连续第六天下跌 从5月以来首度跌破了200日的移动平均线 NASDAQ一度进入了回挡的领域 欧股指数也是在跌的 在台币昨天已经扁破了31块钱 在这个情形之下 各位知道美股升息 很多钱就从台湾抽走 那都抽到了这个相当程度的 是 之外 那是一个 很重要的 这个 美国市场去 因为利息的上升 那种钱都要去跑 它的报酬跟利润比较高的地方 那昨天的台股 总共有500家跌停 后来一度 开盘的时候是跌了500多点 跌到了超过600点的时候 一度还有资金进场 但是当资金进场的时候 大概很多人就趁势赶快出手 所以接下来卖压又持续出现 那使得我们的台股昨天跌的时候 是跌到收盘的时候 是收到最低点 整个外资大卖了300多亿 今天是不是持续的来提款台股 因为台股现在这个外资的比例是非常高 那外资当然就是全职股居多 这个台积电跟鸿海跟大力光 都变成了这个被 这个流血的一个对象 但是台湾的基本面是非常好的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9月份的营收 这个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这个整个的这个季报的预期 也是非常高的 那四大基金要赢蛋救市吧 这据说政府要互盘说 只能买超不能卖超 但是在历史的经验显示 这个只要是 是这个政府的基金要进股市的话 其实就是空头的开始 这个反正他一进来 然后就拉起来 拉起来空方就继续做 一定要到某个程度 这个才会这个跌到满足点 昨天我这个请教 目前人在日本 这个是旅游的台经院的经济预测中心的主任 这个孙明德先生 问他说这一波的调整要多久 这个你知道已经长太久了 从川普上任之后 股市从来没有下跌过 那他说这个当然是正常的现象 可是这种正常的现象呢 这个基本上来讲呢 是这个所形成的这个状态 那当然会引发这个股民啊 这个跟股市操盘人的恐慌啊 那他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才有满足点 这个加上美洲贸易大战等等的因素 但是台湾如果说有那种政治性的操作啊 把他说是双十节小英的谈话啊 这个中共的回应啊 也把他当成是股市下跌 那有点奇怪 那到底这个股市下跌 有没有中国的因素在里面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去谈这个题目啊 那我也觉得这个市场还算理智 那股市里面有没有中国的因素 那换句话讲 就是说有没有中国政府的资金 中国政府的资金 他以这个外资的身份 这个在台湾的股市上 会不会有撤资的状况 在美国的股市又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形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非常爆炸性的讨论 或是非常这个激情式的讨论 但是究竟是如何就不知道了 那各位我们呢 这个跟大家先讲一下 今天的天气的状况啊 是需要这个保暖啊 那如果说您穿的衣服不够多的话 那可能现在这个早晚的气温是比较低的 今天呢 已经有这个最低的气温啊 气氧局所说的 在淡水一带啊 已经跌破了20度啊 那当然这个 等你去过北欧的国家旅游之后 你就会发现跌破这个20度 其实是还蛮这个温暖 而且还蛮这个宜人的一个好天气啊 那但是不管怎样啊 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秋天 中秋节过完以后呢 就已经进入了深秋的状况 这个深秋呢 最后恐怕也会 这个形成一个冬天的来到 那今天 今年的冬天 会不会是因为 什么样的因素造成 让很多人在这个部分呢 这个一方面资金的投入股市的 营收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 就要看天气啊 这个跟股灾这样的一个相对应 确实恐怕很多人的心情会不太好 其实台湾的股市在万点上面 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这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也差不多有这个一个与一年啊 那这一年的这个状况要回党来盘整啊 这也是事实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投入股市了 那没有投入股市的人呢 这个现在是不是可以准备 重新的准备营蛋呢 重新进入股市 这一点倒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讨论的 好的来 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节目为您所做的安排 今天的旅读中国 我们请到企划编辑矿介文 要谈的是 我在上海灵魂深处 网美打卡必争之地 好极了啊 网美打卡的必争 之地的上海 等一下我们也有书籍要介绍给大家 同时我们要看一看 在高雄的选情究竟怎么样 那韩国瑜的空战人气飘升 北飘青年真的成为选票关键吗 昨天台湾竞争力论坛说 陈其迈的支持度只有33.5 韩国瑜30.8 那换句话讲还有百分之大概是这个 是35的人没有表态啊 没有表态率这么高 那这些人呢是中间选民吗 那高雄到底是不是又老又穷啊 其实这个民进党对高雄的贡献 他的这个问题很有趣 他说民进党对高雄虽然有贡献 但是经过这20年 高雄人已经没有欠民进党了 请问您同不同意 这个问题蛮好玩的 那当然这个台湾竞争力论坛 他每一次所做出来的调查 都非常的倾向于 这个亲中 这个系统人士的政治主张 或者是这个被人家认为 他是比较这个统派思维的一个 这个民调的机构了 但是不管怎样 这些题目的设计倒是挺挺有意思的 那这种有意思的题目的设计 他怎么引导 那到底民调会不会最后 不管是真的民调 假的民调 虚的民调 实的民调 最后就真的会变成选票的数字吗 那选民会跟着民调走吗 这些都是今年我们在选举当中 所看到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这个奇特的现象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观察的 这一点 恐怕很多人也跟我一样 这个希望能够 这个看到 到底是如何 这个所谓的网络的 这种声量 其实没有什么稀奇 网络声量就是说 你的文字的名字的出现 或者说你的议题的出现 在网络上面转传率很高 或者是在网络上面 出现的频率很高 它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但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 它里面其实还有负面声量 还有正面声量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那这个网络声量是不是可以做的 那当然是也是可以做的 可是网络声量 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呢 网络声量真的就是选票吗 这个网络声量的讨论 那对于很多人来讲 当然这是一个 这个全新的一个挑战 可是这种全新的挑战的背后 又有哪些可以观察的意涵呢 像这些种种 这个其实都还蛮有意思 那也都还蛮有 这个个案研究的一个范围 我个人是认为网络的声量 它的虚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那尤其是这个投票的时候 这个民众是靠声量去投票 还是靠他的这个选民的服务 或者是说地方基层的扎根 或者是这个电视上面 所看到的这个印象 很多人说这个现在40岁以下 人不看电视 事实上其实你在网络上 所看到的内容都还是主流媒体的内容 网络的东西要由这个 主流媒体它来转述 转述之后呢 才会变成这个声量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声量不是网络归网络 那当然里面的学问很多了 而且里面的操作的这个 这个比例也不低 那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待 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可是呢 它却是这个被营造成为一个 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很神奇的东西 会不会在今年底真的变成了 一个翻转政治 这个氛围的一个是主力 那如果真是如此 今年底韩国瑜当选了 那这个高雄市市长 那我们可能真的要好好的研究 所谓空战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个情况之下 未来选举还有四十几天 当然燃烧系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 陈其脉的阵营 他们好像过去打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选战 那现在又是打一个 什么样的选战 很多人说陈其脉是被 韩国瑜追到这个民调比例 这个缩减之后 才开始做了大整合 他过去是一个冷调的打法 而这个冷调的打法 显然是过于温良恭俭让 是不是过去的打法是错的呢 还是过去的打法是正确的 只是现代的氛围是错的呢 等一下我们就请年轻世代的 高雄的立法委员 赵天霖跟赖瑞荣 两位来到我们节目来讨论 当然我们仍然会请 韩国瑜的阵营来到我们节目 但是高雄有一个问题 就是高雄的立法委员 这个民进党 是占了所有的区域立委的席次 这个通吃 那国民党只剩部分区立委 黄昭顺 那可是黄昭顺 很少出现在韩国瑜的场子里面 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已经访问过好几次 韩国瑜 那韩国瑜当然是谈笑风生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 在面对假影片的这个议题上面 身为一位资深的媒体人 同时也是长期 这个跟他主跑他的新闻 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 这个认识他跑新闻 我觉得 对于假影片的这件事情 他的反应不够光明正大 他的反应 这个过于不像网络 而最近在网络上发烧的 还有一则新闻 就是这个年轻人 对柯文哲所兴起的一个反感 这个反感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年轻人的论坛 人家要请这个双北的市长 去辩论 结果呢 柯文哲理都不理 那昨天晚上呢 很多的年轻的世代告诉我说 这个议题已经引起了 网络上的年轻人的反感 那这个叫做 双北青年论坛 柯文哲 人家邀请他 他说 不是人家叫你做 你就要做 这笑死人了 网络年轻人对柯文哲 不出席 这样的一个辩论的邀请 也很不是这个以为然 那他们的网军呢 现在也不敢面对 这样的问题 还有柯文哲 对同婚的议题 居然现在也是闪闪多多 柯文哲到最后关头 他所抢的居然是蓝颖的票 为什么会是如此呢 是他自己评估 绿营里面的这个选票 最后仍然会在基本盘的15% 往上走 走到20% 25% 甚至于30%吗 那55%的蓝军的这个 基本盘当中 有大概8%到10%左右的是 亲民党的死忠支持者 会投给他之后 他只要再挖一点 定手中的票就可以当选吗 很诡异哦 柯文哲的同婚的立场